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介紹一個養胃養肝 滋陰補腎的湯水 喉頭菇想拿幾字湯 大家看看有什麼需要的材料和做法 今天這個湯水男女老幼都適合喝的 特別特別適合男士門飲 尤其是想生嬰兒的男士門飲就最好 首先我們要先浸喉頭菇 有些人說用洗米水浸都很好 但我沒有洗米水 我用清水浸 浸了3個小時之後拿乾水分 把水倒進去 喉頭菇如果不做這個步驟 口湯就苦苦澀澀的 沒那麼好喝 今天我預備了兩個急凍的裸頭 解凍後要清潔 不要拿去煲 你看多污髒 清潔內臟和外面的污髒物 要用牙刷擦乾淨 有些黑色的 待會你就看到擦之前和擦後的對比 為什麼我剛才說這個湯水特別適合想生嬰兒的男士門飲 現在就和大家分享一下響裸肉的功效 響裸肉可以提高免疫力 利尿消腫 它有豐富的蛋白質 滋陰明目 養肝補腎的功效 它還有撞羊撞腰 出盡性功能 身精助育 強精益氣的功效 煲完湯記得吃裸肉 因為它可以提升男士精液的質量 增強精子撥力 特別是適用於男士的性功能將來 遺精 養肺的男士 如果你剛好想生嬰兒 男士門又比較體虛的話 就可以煲多點這個湯水 一個星期喝兩次 多加兩塊裸肉 記得叫它吃裸肉 記得如果成功了 一定要留言和我分享 恭喜你 但如果體質比較濕熱的朋友 就不適宜吃太多裸肉 看到畫面 我們把它洗乾淨 切開 之後要清潔入腸臟 滑濕的地方 要全部洗乾淨 好 跟大家分享完裸肉之後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另一個主角 猴頭菇 猴頭菇特別對脾胃虛弱 消化不良 慢性胃炎 食道癌 胃癌 腸癌 消化度有腫瘤 吃多一點猴頭菇可以舒緩病症 因為猴頭菇有養胃 補虛 助消化 利五臟 益腎症之功效 改善體質的免疫力 延緩碎腦和美髮的功效 中老年人可以吃猴頭菇 能活絡通血 防止老人絲外發生 猴頭菇一般人都可以食用 但對菇菌類敏感的朋友 小心點 不要吃了 看畫面的響落 我們剛才用熱水和薑片 飛了水 現在洗乾淨 切件就可以了 其他材料有淮山 淮山有什麼好呢 淮山可以幫助消化 健脾止瀉 尤其是小朋友 幼兒 多汗 失眠 虛汗 經常口乾 沒有胃口 吃肉不振 吃這個淮山都很好 多吃淮山可以舒緩你的情緒和改善睡眠質素 現在看畫面 用來把猴頭菇過多四五次水 浸泡之後 把水全部拿出來 最後水變得清澈的時候就可以了 拿乾淨水分之後 待會切它的時候 如果它還有定在這裡 你要切定的 要不然 煲湯的苦澀味就還在了 即是因為猴頭菇都是菇菌類 好像冬菇有一個定在這裡 切了那個位置的定出來 把它切細粒就可以了 毛花果切開一半 容易出味一點 所有材料都預備好了 開始可以下鍋 炒一下響落 爆香薑片之後就可以下響落下去了 炒一下幾下之後 灑點紹興酒爆香 然後加其他材料就可以了 我們全程都保持大火 倒掉材料之後 灑點滾水下去之後 繼續煮十分鐘 大火 十分鐘之後 轉小火煮一個半小時就可以了 材料之後 最後才放下去 因為如果太早放材料 材料就會爆開了 如果想吃完的材料 最後放下去焗一下就可以了 為什麼我說這個湯水特別適合上生嬰兒的男士吃呢 是因為剛才介紹過的響落 喉頭菇 都有保腎益精的功效 而接下來的蓮子和材料都有狀揚和保腎的功效 材料我們洗一下就可以了 材料有滋補乾腎 益精明目 狀揚 美白養難 延緩衰老的功效 特別適合體虛 抵抗力差的人 食用這個記子 但有什麼禁忌呢? 如果你是高血壓 或者性情比較急燥 燥底 熱底的人就少一點吃了 還有如果你那一段時間感冒發燒 身體發炎 有嚴症 例如喉嚨嚴 或者其他嚴症 都暫停吃這個記子 連治有補元氣 固腎補皮的功效 好了 時間的關係 今天分享到這裡 希望你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喉頭菇響裸幾字湯 如果你喜歡我的食譜 歡迎和朋友分享 或者訂閱我的免費頻道 下次見 拜拜